偏移 偏移的地方特别注意就是要点一下之后的话 先选取从这个端 特别之后这个端点 选到这个端点 点下去 偏移的话 记得再选一次 这个地方选一下 再选它一次 选到这个端点 接下来的话 正列的角度 角度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其实这边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说你在看这个正列角度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度数 那我怎么知道说 我往这个方向偏移到对不对的话 这边有个预览 像这个方向就对 那我们要怎么选 其实正列的角度你可以点一下 比如说我选从这边到 这边的角度 点下去 你会发现这时候会出现 219 那我怎么知道 他说这个方向对不对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方向 那是这个方向吗 不对嘛 所以我选的时候就选错了 应该要 选的方式就是 这个地方 先选下面 再往上选 这个端点 你会发现有没有 39度 就对了 那我怎么知道说 我选的对不对 其实 特别注意就是说 从正列的角度 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 这个方向 那最后你可以按一个预览 看一下对不对 没错 按修改就可以了 按接受 这样的话呢 利用正列就很快 可以做出这个楼梯了